內地股市的走勢都很影響港股表現 因為內地股市向上 所以今天帶動港股都升 不過它一步升超過200點 不過最後收市都是升幅收集 都是升到百多點收市 還是衝破不到21,000點 我想問一下接下來港股後市又怎樣 不要忘記了 因為之前大家炒作美國 歐洲央行推量法寬鬆行動的時候 都見到港股那一陣就升得比較多 如果你說恒指之前升了那麼多 還有都叫做近期有個整固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但是正如我剛剛所說 如果你說內地A股 接下來有機會做好一點的時候 對於港股今年第四季的表現 我自己的看法還是比較樂觀一點 所以暫時21,000點是一個短期阻力 但是如果你說接下來A股能夠回升的話 相信升穿這個位的機會 都仍然是比較高的 一旦你說恒指突破21,000的關口的話 再上網的目標就可以看回21,300點的位置 昨天港股表現 全日升在112點 收報20937點 成交是508億的 另外也想看看公行方面 公佈了這個匯金第三季 增持了626萬股A股 看看今天股價一度升超過2% 不過之後也是息幅收集花 全日升了1.5% 想問公行會看高一線 其實我相信匯金增持這方面 就不是說是正確的事 因為其實都看回今次公行的公佈 都只不過是說回 剛剛過去那個季度 或者第三季方面 匯金就是增持過這個消息 所以你說單憑這個新聞 就未必說能夠令到一眾的內銀股 或者公行會有很大的爆發力 但是至少有一個所謂信心上面的提振 因為如果你說見到中央方面 這些所謂國家隊 都願意增加白銀 去買一些股票回購的話 對於市場來說 都會有一個穩定的作用 反而如果你說看回內銀股方面 未來的那個新增貸款 又或者是否有機會進一步放水 這些消息 我相信對股價的敏感程度會更加高 其實市場有些調查出來 就說預計四大國有銀行 九月的新增貸款 只有6650億 比起八月的時候的7039億是少的 不過相對於想起 中央都已經加大推 去擴大基建項目 亦都是鼓勵一些銀行借錢 給他們去搞鐵路、搞公路 其實接下來會不會對於 內銀的新增貸款是好的呢 當然我自己覺得 未來的一兩季方面 當這些基建項目真的要動工 當然是需要一大筆的貸款去支持 所以我相信 你說內地銀行的新增貸款 未來這幾個月都不會太過差 所以投資者都可以關注 究竟在新增貸款裡面的佔比 究竟中長期的貸款 能不能夠提升到大概四成左右 如果你看到這個比例能夠回到四成的話 代表著整體的新增貸款 都會去分一個挺健康的水平 所以對於內銀股方面 都會有正面的作用 還有大家都可以留意 因為今個月方面 有接近6千億的逆回購 就會到期了 如果你說中央都希望維持流動性的話 應該都有機會減這個存準率 似乎都看好內銀 接下來短線的走勢 對 以去目前的估值 還是這麼便宜 我覺得還是有一個追落後空間 最後一個市場 我們今天關注的焦點 就是內地報導 當局縮短調整成品油價格週期 令到憧憬煉油成本會下跌 所以第一個受惠 當然是中石化 今天全日都升了3.8% 想問接下來這些石油股 是否看好的前景 中石化都很久沒有試過 單日都升了3-4% 這個消息其實就不是今時今日說的了 說的是對上幾個月都不斷在重複 但是似乎現在的時機就慢慢成熟了 說回這個所謂成品油的定價機 就是由之前的22天縮短到現在10天的話 代表著內地方面的油價 或者是汽油方面的柴油的價格 那個走勢都可以更加符合 或者更加能夠迎合國際油價的變化 對於這些煉油廠來說 亦都是更加容易將煉油的成本 能夠轉嫁給消費者 對於煉油業務 之前都叫做虧了這麼多錢來說 這次這個機制一旦落實 應該都會有正面的幫助 但是當然這個機制傳了這麼久 何時才有落實的時間表呢 大家都還要再看 還有都要留意 如果你說離間內地的通脹 又開始回升的時候 究竟是不是這麼容易 就是外國的油價升 內地方面又可以跟著升 這方面大家都可以斟酌斟酌 好 麻煩了Jason 今天這麼詳細的分析 今天你點了兩杯Cocktail 我點了一杯Lychee的Martin荔枝味 我這杯是Sexo毒的傳統